人体免疫系统的组成是多样且多变的 主要的器官包括有骨髓及胸腺 而周围淋巴器官则包括淋巴结、脾脏、扁桃腺、盲肠及淋巴组织管 到底什么是免疫系统呢? 打个比方来说,免疫系统就像是军队一样在保护着人体 一旦敌人入侵后便可以快速把它们消灭 现在就让我们以电脑动画简单地模拟做概略说明 如果没有免疫系统的协助 当外来物,譬如说病菌侵入人体后 便会开始大量而快速地繁殖 如果不加以制止便会造成人体的伤害甚至死亡 人体的血液里有红血球及白血球 大部分的白血球都是免疫细胞 这是巨石细胞 就好比是免疫系统的坦克部队 有些巨石细胞会伸出像变形虫一样的B状结构到处移动 当人体有入侵者时 巨石细胞会以吞噬的方式消灭入侵者 它是人体免疫系统早期动员的部队之一 人体自身老化或死亡的细胞也要靠它来清除 我们也可以称它是人体的轻道夫 清除的同时,免疫细胞开始活跃起来 免疫细胞大致可分为两类 B细胞及T细胞 两者都是由骨髓产生的 这是T细胞 在经过胸腺的训练之后 T细胞才具备辨识入侵者的能力 它会聚集在巨石细胞的周围 辨识敌人的特征 并下达全面攻击的讯息 这是B细胞 B细胞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产生抗体 有些B细胞在T细胞的协助之下 可以快速地产生抗体 抗体就如同是免疫系统的飞弹 使攻击入侵者的武器 人类的B细胞可生产超过11种以上的抗体 以应付各种不同的入侵者 透过免疫系统的运作 人体能对抗绝大多数的病菌 免除疾病的发生 在战争过后 巨石细胞负起清理正常的任务 也就是将死亡的细胞或残骸清除干净 当战争结束后 这些动员起来的免疫细胞 大部分将回归骨髓 只留下少数具有记忆特征的免疫细胞 维持警戒 当下一次同种病菌再度来袭时 便能更快速有效地消灭这些外来的不死之客 免疫系统除了抵抗外来的敌人之外 也可以对抗体内的炎细胞 这是自然杀手细胞 它是炎细胞的克星之一 当自然杀手细胞接触到炎细胞的时候 炎细胞便会被快速地毁灭 有些报告指出 自然杀手细胞甚至不需要接触到炎细胞 就可以分泌某种物质将炎细胞杀死 让我们来看看电子显微镜下的真实运作 画面中位于两个大型炎细胞之间的 便是自然杀手细胞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死亡之吻 如以下的画面显示 除非炎细胞被自然杀手细胞完全地毁灭 否则自然杀手细胞不会撤离 自然杀手细胞具有杀死炎细胞的能力 有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 健全的免疫系统对人体而言是多么重要 如果没有了免疫系统 即使是一粒空气中的灰尘 也会要了我们的命 当人体的免疫系统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 就能抵抗目前所知大部分的疾病 根据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许多疾病的发生原因 都与饮食品质有密切的关系 而专门研究免疫系统 与营养两者关联的新兴科学 就称作营养免疫学 营养免疫学的研究发现 人体若摄取适当且均衡的营养时 就能提升免疫系统的功能 也就是说 补充良好品质的营养 就能增加免疫系统的功能 使其发挥最大的免疫能力